當我們人這一面的難處都解決了 我們就能夠進到第四層 就是這個屬靈征戰城 來對付 來解決神的難處 在生命的經歷這本書裡面 李弟兄就用以色列人所過的 鴻海跟約旦河來做說明 他說以色列人過鴻海 然後在曠野行走 就是頭三層 神在他們身上對付他們 試驗他們 管教他們 煉禁他們 把這班人預備好了 然後過了約旦河以後 他們是要去對付迦南七族 就是表征神的仇敵 他們就是預備好的軍隊 從事這個屬靈的征戰 所以其兄姊妹以色列人 他們所走的路程 就是這一幅圖畫 所以我們也是對不對 逾越節然後過了鴻海 如今走在我們這個行程裡 那我們還要過約旦河 這個是為著什麼 神的需要 對 為著神的需要 要這個趕足迦南七族來對付他的仇敵 在第三層的末了我們有神的形象彰顯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 我們這個人裡面的難處都對付了 所以我們能夠被神來充滿 我們就有神的形象來彰顯他 到了第四層 我們為了來對付神的仇敵 所以就是我們有神的權柄代表他 那在第四層的經歷 那在第四層的經歷 主要要從事屬靈征戰有三件事 是我們需要先認識的 第一 認識身體 第二 認識升天 第三 同基督掌權 從事屬靈的征戰 以及滿有基督的聲量 好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 當然這個剛剛募寫的滿細的 我們整個總括的來講 我們在下面這幾個小點在講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預備好 能夠從事屬靈的征戰 有六個點是我們需要經歷的 第一 對付肉體 第二 對付疾 第三 對付我們天然的構成 第四 我們要認識身體 因為屬靈的征戰 對不對 不是我們個人的征戰 屬靈的征戰乃是在身體裡的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單獨的去征戰 並且我們要認識屬靈的征戰 我們需要在升天的地位裡 我們要與基督一同在三層天上 我們知道這個剛才講 江南七竹就表真空中 這個邪惡的屬靈體性 我們要在他之上 我們才有這個滋空權 這個在這個誇天界裡 在基督升天的地位裡 並且第六個項目 我們要認識他的權柄 就是我們征戰 不是憑著我們自己 其實基督已經得勝了 我們征戰是憑著基督的權柄 我們來吩咐他 我們藉著我們的禱告 來與仇敵爭 所以兄姊妹 為著能夠從事屬靈的征戰 我們在生命的經歷上 這六個方面 我們是需要有確定的經歷的 是需要有扎實的經歷的 我們要經歷怎麼來 對付肉體 對付脊 對付天然的構成 並且能夠認識身體 認識升天 還要同基督掌權 同基督掌權 只要我們這個人 就被預備好了 能夠從事屬靈的征戰